为什么中国控制疫情这么迅速 我来说一个数据吧 原额医疗队加当地医护总共17万人 每天每人补助200元 一天就是3400万 每套防护服成本至少300元 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 节省下来每人也需要十几套 成本超过5亿元 重症患者治疗费用几十万元 全国确诊上万例 再加上雷神山火神山方舱医院 各地封城封路 每天抗疫消耗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 到三月中 中国的抗疫投入是1169亿 世界第一 从疫情开始 各国关心的大多是经济股市 只有中国只字未提钱的事 只提生命 为什么中国控制的好 为什么四大文明股国 只有中华文明延续到今天 为什么中国在被列强侵略后 只用了几十年就再次奇迹般的崛起 因为在每次劫难和奇迹背后 是中国不计成本的折损 不放弃每一个人 最后 引用世卫组织总干事那句话 我称赞了中国很多次 我还会继续这样做下去 因为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可以让你去取幸福了吗 我可以让你去一步 我可以让你去ين